欢迎回来继续Focus 来看的是永续的议题里面 环保这一环当中回收再造 一直是很可以着力的一部分 而商品制程升级再造 可以自然分解的原材料 早就是全球趋势 中东杜拜有工厂 利用太阳能生产运动版 还发展出旧滑雪版回收的技术 柬埔寨有工厂 把宝特瓶做成扫帚 垃圾重获新生 肯亚的公司 把海滩的塑胶垃圾 做成冷冻柜 和当地食物的保存难题 一并解决 在肯亚还吹进了 永续时尚的风潮 企业开始用凤梨纤维纱 来做鞋子 宝特瓶在机器上 被抽成粗塑胶纱 柬埔寨首都金边 每天制造多达3.8万吨垃圾 其中五分之一都是塑胶 一间小工厂 决定把这些没人要的废弃物 回收再制成一支支扫帚 原来工厂老板过去曾在卖船头扫把 甚至高品质清洁工具的庞大需求 之后又接触到国外升级再造的概念 便灵机一栋把不要的宝特瓶和当地盛产的竹子结合 相较之下能比从泰国和越南进口的扫把卖得更便宜 塑胶竟然耐用又何必丢掉 位于肯尔的一家公司也派出工人收集海滩上的垃圾 回收再制成二次原料 不仅清洁了环境 还能解决当地的食物保存问题 这间公司主要由年轻人组成 至今已营运三年 把回收塑胶粒再制成三百多台太阳能冷冻柜 供应国内鱼饭加勤冰块等业者使用 一台大约七百美金 在太阳下充电两小时 电力能持续六到七小时 不止原料生产环节也要尽量不多 造成环境负担 是许多永续企业努力的目标 中东杜拜这间专门制造环保运动版的工厂 善用地理优势 也就是几乎天天阳光普照的好天气 供应超过九成的电力 这家生产商每年的出口量达五十万个 占全球滑雪板市场的三分之一 风筝冲浪板的一半 也在近期开发出能将任何品牌型号或年份的滑雪板 回收再制成新板子的技术 地球就快要装不下更多垃圾 来自中非家棚的这位艺术家 把废纸做成艺术品 希望让大众获得启发 重新思考废弃物的概念 他的创作曾在赛明加尔 布吉纳法索以及俄罗斯等地展出 高污染的时尚界也不断在追求更永续的原料 过去因为生产过程繁琐 被便宜的棉花和合成材质淘汰的凤梨纤维砂 也逐渐获得关注 包含快被二手衣淹没的肯亚 在肯亚每年采收完凤梨后 会留下大约8万吨的农业废弃物 不过现在有企业开始收购 凤梨叶纺尘沙线 结合回收塑胶鞋垫 再制成鞋子贩售 尽管目前产量人不高 却是对环境更友善的一小步 TVBS新闻总和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